现代战争是电子信息化技术的对抗 是防空雷达与引申战机之间的高空对决 现代战场一些重点防御的区域 一架在高空飞行的战机 可能会收到几十部雷达的同时照射 因此战机从中高空突防的成功率越来越小 所以战斗机低空超低空突防就成为不二之选 低空突防就是利用地球曲率和地形起伏造成的遮挡 在防空系统的盲区前行 使战机快速隐蔽的深入敌区进行突然袭击 这大大降低了战机被敌方探测到 以及被击落的概率 从而提高了自身的生存力 以及执行任务的有效性 央视新闻节目播出了中国空军部队 坚实战机突防突击的训练内容 画面中坚实战机在山谷内超低空飞行 以躲避雷达探测 低空飞行中容易让飞行员的视野变差 目视搜索定位变得非常困难 同时由于低空气流复杂 战机还需要频繁进行躲避地形障碍 因此对飞行员的体力和精力都是严峻的考验 另外如果战机发生故障 也没有足够的高度和时间进行重新启动和排除 更大的风险在于 在如此低的高度 如果稍有延误 就会造成飞行员弹射的失败 不过中国战机已经安装了地形跟随 地形回避 威胁回避 综合地空突防系统 该系统全面考虑战机本身的性能 敌方防空兵的防空能力 航线和目标地区的地形地貌 选择最佳航线 让战机进行超低空机动飞行 有效的回避山峰建筑物 以及各种威胁 提高飞机的飞行安全和任务生存能力 以及突防任务的成功率 当然 这并不代表着飞行员可以高枕无忧 毕竟该系统凭借的信息是过去搜集的 而战争过程是不断的变化 对方可能临时增加防空系统等 这些都需要飞行员进行临场的处置 上世纪60年代 美军侦察机频繁入侵我境 给解放军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更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但我军支持而后涌 之后采用了一种战术成功逆袭 微信关注军迷圈 回复反侦察机为您揭秘